8月28号水化净链机 调试结束 配电箱用的不锈钢的 中间这个搅拌轴不锈钢的 搅拌椰片不锈钢的 铜体不锈钢 配的这个齿轮油泵用的380伏的 上面这个抽油浸油的管子用的都是不锈钢的 使用方法 下面这有一个抽油泵 抽油泵前面 配的这个金属的不锈钢的钢丝转管 可以直接把毛油通过泵 直接抽入水化净链机 进行水化净链处理 上面搅拌电机可以调速度快慢 上面也多带了一个小风扇 这根管子是直接出油的 下面直接放离心绿油机 可以直接把油打进去 这边是配电箱 配电箱上面油泵的这个开关 加热的这个开关 加热的情况下 有一个温控仪可以控制温度 技术要求温度控制到80度到100度之内 这个是搅拌电机 控制这个开关 然后搅拌速度快慢 可处理菜籽油花生油等多种油作物 出品的这个开关 dijo